来关心天气 今天程序受到这一波的滞留封面的影响 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在中午的时候 温度呢普遍都还是偏凉 北台湾20度 中南部地区也有持续下雨的机会 高温大约在22到26度 东半部地区呢 偶尔降雨有一些空档 而在外岛也持续有飘雨 那要注意在北台湾 现在虽然降雨呢 偶尔是有些停阶 但是温度的部分是持续的下滑 到了入夜之后呢 低温可能下滩到16度左右 那在降雨的部分 我们要提醒大家 从雷达回波图上面可以看到 在接下来呢 还可以看到在海峡的南侧 持续的有云系移入 因此呢 现在主要的降雨热区呢 在中部以南地区 目前在南投 高平山区以及台东 还有澎湖都有持续发布大雨特曝 中部以北地区 也不是说就完全没有降雨咯 我们来看一下在降雨的部分 可以看到在今天的累积雨量 主要在中南部的山区 以及南台湾为主 就是因为云系是比较靠南侧一些 但是到了入夜之后呢 会有另外一波的水汽增加 到时候从西半部移进来 不光是中南部地区 中部以北地区 同样也是会有明显的降雨 在星期日的晚上到星期一 成间的这一段时间 一定要多加留意了 接下来我们从预图上面 要带大家看到 现在的封面云系 主要是往南侧压 但是呢 主要的大片对流系统呢 在南海这边发展起来 有一个中尺度的对流 目前看来 雨还是下在海面上 但是水汽会持续的移入 接下来 刚刚有提醒大家 中部以北地区 入夜之后 降雨的情况 还会再持续增加 未来在今天到明天这段时间 云系呢 会持续的再往南一些 到了星期一之后 封面会逐渐的通过巴士海峡 降雨才会趋缓下来 大家看到天气趋势的部分 可以看到星期日到星期一 持续受到封面的影响之下呢 虽然往南移了 但是呢 中部以北地区 偶尔也是有些局部大雨 中南部还是降雨的热区 温度偏凉 而到星期二到星期三的这段时间 封面已经远离了 但是呢 冷空气还是在持续的减弱当中 因此呢 早晚稍微有一点凉意 低温的部分 大约在18到20度左右 星期四到星期六的这段时间 封面是持续的远离 但是要小心的是 还是有些零先的短暂真雨 来看到各地的详细预测 北部地区的温度呢 还是偏凉哦 中部地区同样温度 也是持续的下滑 高温在20度左右 南台湾啊 有持续降雨的机会 外出一定要注意路况 而在东半部地区 高温大约在23度左右 外岛地区也有持续降雨 可以 感谢观看